要是你女朋友跟你冷战了好几天 你会怎么办 今天我就教你怎么拿回主动权 还让他以后呢 再也不敢等待你 追着你 顺从你 我给你看一个案例啊 我有个好兄弟呢 30多岁了 好不容易谈了一个女朋友 说好了5月份去订婚 结果呢 这几天因为工作上的一点事 没接到这个女孩子的电话 女生呢就开始发脚脾气了 一周没打理我这个哥们 直接回了老家 你说这男生他能不慌吗 他就来问我该怎么办 我一看啊 他们的聊天记录 男生呢 全是道歉讨好 低姿态哀求原谅 我就让他先冷静一下 因为呢 感情出动而一味的去低姿态 道歉讨好女生 反而会让女生呢 觉得非常的反感 当时呢 就让他给这个女孩子 打了一个语音 我们先了解一下 女生到底是一个使用的态度 如果接电话了 说明呢 还是有商量的余地的 女生呢 还是愿意去解决问题的 那咱们呢 就好好的去沟通啊 对不对 那是不接的话 说实话 那就没必要去一味的迁就对方 对吧 拿出你的态度 采取一点强制措施 解决问题 选择很保利 那我们呢 就看不见山 对吧 直接点凭分手的这个话题 咱们呢 就是先把这个态度 先摆出来 我们先去把这个立场 站住了脚 然后再来一句 也正好你所愿 放一个鱼耳 给他楼梯 让他自己来主动反驳 你看这女生就回答 问好 什么叫如我所愿 果然上周了 对吧 你看 果然这句是怎么回答 不是啊 我找不到理由 解释你这几天的冷漠呀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敷衍感情的人 那 这前半句呢 是让这个女生看到我们这个态度 来暗示他做出解释 那这后半句呢 就是我们在复刻 肯定一下他 默认他曾经对待感情呢 还是很认真的 一推一拉 让女生彻底迷失自我 你看这个女生怎么回答 最近在思考问题 脑子比较乱 很明显啊 就是在找借口 遇到这种问题呢 咱们就直接干脆一点 尽力打力 果断给出危机感 王六兄弟这么回答啊 行 那你慢慢思考 思考出来结果的话说一声 毕竟体面的再见 还是要互相说一下 哎 你看这女生怎么回答 再见 什么意思啊 慌了 对吧 你看还没训练什么话 你是早就要分手了吧 不然这训练这么回答啊 目前这个情况呢 继续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 任何事情都是你前我运 既然强求不了的话 只能顺利自然 一定要表明你的态度和价值观 而不是让女生说什么 那就是什么 要记住啊 软柿子注定被拿捏 要想不被拿捏 就要学会撞长线 钓大鱼 一步步引导女生 去回心转意 你看这女孩子怎么回答 你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 红好就直接算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他怪我这个兄弟呢 没红好他 就想着分手了 不是在暗示自己 还不想分手吗 只要抓住这个信号 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认为而解 你看我让这个兄弟这么回答 我呢是爱你的 但是走下去的 前提是愿意一起解决问题 而不是只想解决掉我 指出问题所在 直接价值观点呀 这个女孩子呢 直接就急了 给我兄弟发了啊 我哪里是想解决你啊 这么久了 你不清楚我的脾气吗 到这里 我让你兄弟就先别回了 去发一条 紧这个女生可见的一个空圈 果不其然啊 没过一会儿啊 这个女孩子就把这个电话给打过来了 还买了男性的票 想给这个兄弟呢 面对面子去谈一谈 你看他这么给这个兄弟发的啊 真要分 我把人信得到 你出来我们聊一下 你看 总而言之呢 这个问题算是解决了 结果呢 就不言而喻了 两人当家而善呢 就和好如出了 所以说啊 下一次再遇到这种冷战的情况 第一次在恳求和道歉 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 但是咱们呢 也要去配合一套组合权 聊天的技巧加暗示喷善 那就能够解决掉根本的问题 如果你也想一次性 看完所有的计划聊天 发666 我可以给你一套完整的 都是定期更新的啊 搞定女神 找德哥 带你轻松 上班车